大家好,今天想和大家講講 美國總統選舉辯論過後,問題要顯示賀錦麗打贏特朗普 另外,華為出3折的貴價手機痛打蘋果 華為的May XT賣到2萬元還有炒價 而蘋果的iPhone 16就不敢加價 美國總統候選人電視辯論好戲開羅 與拜登對特朗普的辯論不同 今次由59歲的賀錦麗上陣 在辯論開始,只是4分鐘後 就已經將78歲的特朗普激怒了 特朗普全程忍得很辛苦 失去了上次不斷爺如拜登的氣勢 辯論剛剛開場,賀錦麗就打破慣例 主動跨過舞台走到特朗普演講台旁 與他握手 這一幕是2016年美國總統選舉候選人電視辯論以來的第一次 賀錦麗刻意表現出一種風道 他其後在辯論期間掌握主動 對特朗普發動猛攻 不斷刺激特朗普 想令特朗普失控 之前賀錦麗的助理也透露 有意激怒特朗普是賀錦麗的辯論策略 這個策略起到一定的效果 被激怒了特朗普 雖然努力去忍 但也要忙於回應賀錦麗的攻擊 大部分時間處於防守的姿態 賀錦麗從各個圍道打擊特朗普 當特朗普堅稱自己當年贏了2020年的美國大選 指責民主人當時是蝕取了大選結果的時候 賀錦麗就攻擊特朗普是被8100萬人炒了魷魚 說特朗普難以接受這個結果 8100萬是拜登在大選中獲得的選票數字 賀錦麗隨後提到自己作為美國副總統 和各國領導人會面的情況 說全球領導人都在嘲笑特朗普 他將一部刺激特朗普 透露他自己曾經跟很多美國軍方負責人談過 其中有人曾經跟特朗普共事 賀錦麗對特朗普說 他們說你是一個恥辱 賀錦麗也沒有放過特朗普遭遇的四宗刑事訴訟 專門提到特朗普將要在11月接受封口廢案的裁決 他還攻擊特朗普因為機密檔案 被聯邦調查局突擊搜查之後 就立刻要求減少聯邦政府對執法部門的撥款 在俄虎問題上 特朗普重申 如果他是美國總統 很喜歡立刻停火 但他還沒有透露 具體有什麼計劃可以促成停火 賀錦麗就評擊說 如果特朗普是美國總統 普京現在應該就在沃蘭首都基附了 而俄羅斯的下一個目標就是波蘭 賀錦麗這番攻擊也都是專門針對賓夕凡尼亞州的選民 賀錦麗和特朗普的辯論 在賓夕凡尼亞廢城舉行 而賓夕凡尼亞是美國大選關鍵的搖擺州 這個州有第80萬波蘭裔美國人 賀錦麗講到俄羅斯中國威脅波蘭 真是能夠針對到這個州的選民 而特朗普對賀錦麗的攻擊 主要集中在經濟、移民問題和賀錦麗的左翼立場上 特朗普將賀錦麗和拜登的政策綁定 指責賀錦麗和拜登就在美國歷史上最嚴重的通脹 說他們的所作所為令美國這個國家的人死去 而賀錦麗回答說他期望建立一個機會經濟 說他計劃控推住房開支為年輕家庭補價護航 並指出特朗普關注重點一直是為大企業家和百萬富翁減稅 特朗普回應的時候揚言要提高關稅 用其他國家的錢來幫助削減其他稅收 特朗普特別提到中國說他當年執政期間 沒有政府通過關稅從中國獲得幾十億美元的巨額收入 而這些關稅措施在拜登政府期內仍然有效維持不變 他期望接著下來將對中國產品的關稅提高到60% 賀錦麗就提出特朗普的高關稅 實際上令美國中等收入家庭帶來每年4000美元的額外開銷 他說這對美國人民乃以度過每月難關的日常用品徵稅 實際上這些是徵收特朗普銷售稅 辯論結束之後 特朗普團隊和賀錦麗團隊都宣布各自候選人是辯論的獲勝者 共和黨人還譴責ABC主持編坦賀錦麗說他只會對特朗普的講話進行事實糾正 但是最直接的是看民調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絡進行即時民調顯示 63%受訪者認為賀錦麗贏了辯論 因為特朗普勝出的只有37% 而今年6月拜登與特朗普辯論之後 CNN的即時民調顯示 有66%受訪者認為特朗普勝出了 今次民主黨換帳參選竟然受到效果 在辯論中反敗為勝 美國媒體的評論也較多認為賀錦麗的表現狡階 CNN的主播認為賀錦麗的支持者今晚一定會很高興 因為賀錦麗多次督中了特朗普的軟辣 將特朗普搞得很破防 以至於特朗普不得不開出更多其他議題來爭辯 CNN的主播甚至認為賀錦麗在某種程度上 將這場原本是特朗普敲問拜登政府的辯論會 變成對特朗普的敲問 而不少美國網民也指出 特朗普在辯論中不斷用他先前準備的 那些攻擊拜登的話術去攻擊賀錦麗 但就被賀錦麗用諸語 你面對的是我不是拜登 以及我提供給美國的是新一代領導才能 這些表述來化解了 紐約時報還做了一個有趣的統計 他說 起前不久 特朗普對拜登的辯論裡 拜登的發言時間總共是36分12秒 其中他用了12分52秒來攻擊特朗普 而特朗普的發言時間是41分02秒 其中攻擊拜登的時間是18分04秒 顯示特朗普的攻擊時間更長更加厲害 可以這樣總結 第一 賀錦麗之前做副總統的時候 看起來好像一個沒腦的大少姑婆 如今看起來她好像那些裝傻的太子 只是擺個傻樣爭取皇上拜登支持 到賀錦麗如今披甲上陣就顯示出一定的實力 這次辯論裡 特朗普雖然努力忍著盡量不要發怒 但仍然難免落雨下風 第二賀錦麗和特朗普的民調仍然咬得很緊 所以一次辯論的結果也不算得什麼 但對特朗普而言相比於面對年老而欺負眼份的拜登 對賀錦麗就沒什麼好處了 另外想講講蘋果和華為的手機大鬥發 蘋果秋季發佈會在9月9日登場 主要發佈外界十分關注的iPhone 16系列手機 新iPhone手機不敢加價 不過仍然受到關注的AI 即人工智能功能並不能一次到位 美國市場分析研究公司Forester Research的分析師胡桑說 iPhone的新版智能助手Siri 還不能改變人們和周遭世界的活動方式 現在在深性能上 iPhone 16 Pro配備了最新的A18 Pro主力器 採用了台積電三納米的製程 與上一代相比CPU的速度提升了15% 並且省電20% 不過總體而言 維基分析師也認為蘋果新機的新功能表現平平 對於蘋果新機的AI推出進度 缺乏細節感到失望 而特斯特的CEO馬斯克也加把口嘲諷蘋果 馬斯克其下的社交媒體平台X上面 一個用戶評論iPhone 16的新機的時候說 它基本上是同一款手機 只是加了兩個新按鈕和一個新顏色 馬斯克用諷子的口吻回應說 蘋果研發費用只是用了500億美金而已 真的太化算了 相比之下 華為的新機殺傷力就大得多了 華為是用最貴的手機打頭陣 其他普通版的新機還未公佈 在蘋果研發佈會結束了12小時後 華為9月10日召開發佈會 蘋果至今的摺疊屏手機仍然影都未見 但華為的兩摺疊已經跌代了5年 在國內市場已經做到摺疊屏的貴價手機銷量第一 今次華為公佈的May XT 非凡大師新機 這是全球首款三摺疊屏的手機 起售價$19,999 即接近$20,000 頂配版$23,999 即接近$24,000 比華為過去的兩摺機May X5 的$15,000 售價更上層樓 華為終端BG董事長余誠東 在新機發佈會上特別提到 因為這部三摺機華為做了5年 這是一款大家能夠想像得到但做不出來的產品 余承東回顧說華為摺疊屏領域一直走在前面 從2019年的外摺疊屏 到2021年的無縫內摺摺疊屏 到2023年的輕薄旗艦級質素的大摺疊屏 到今天的三摺屏 只能做到把電腦放進袋裡 從屏幕到鍵盤都可以摺疊 余承東在介紹完手機之後 再次提到華為多年以來很不容易 他說即使面對四輪美國的制裁 市場份額跌至谷底 華為從未失去信心 一直追逐夢想將不可能變成可能 奈利夫媒媒自動透露 一塊三摺摺屏的手機 要同時兼顧內摺和外摺是很困難的 簡單來說 屏幕彎節要受力 多次彎節就要極大感應 增加屏幕的應力複雜度 會為屏幕的結構穩定性 帶來極大的挑戰 舉個簡單的例子 雖然摺摺屏幕好像薄薄的一層 但實際上它是一個千層餅 有N多層的功能膜複合而成 需要保證各層膜的結構穩定 但受力越複雜 各種應力對膠層的拉扯也越複雜 越容易造成脫膠分層 最會影響屏幕的顯示 以全球摺摺屏手機出發最多的一哥 韓國三星早在2002年 就亮出3摺摺屏的概念機 但直到今天都未能量產 會有技術難度可想而知 內地界面新聞報導 Matext最新的預購人數已經超過425萬 在德物的二手平台 Matext部分型號已經炒到99000元一部 多個手機渠道的人士早前已經說過 Matext的價格即使掛到10萬元也不誇張 華為第一部接跌屏Matext 當時就曾經炒到10萬元這個價格 可以簡單總結 第一,蘋果iPhone 16 舖版本 內地售價7999元 機不夠由於沒什麼驚喜 即使並沒有加價 在內地的熱度也相當有限 但華為Matext非凡大師的新機 頂配版23999元 是蘋果機的三倍價錢 但還有超過400萬人訂購 其實手機要講新要講型 蘋果靠蘋果壓制華為 不可以用最新的芯片 但蘋果只有有芯片 但整體上手機並無突破 買蘋果機再無好潮、好型的感覺 這樣是相當致命的 華為用三接機打蘋果新的iPhone 這個策略甚為聰明 是打到對方最弱的地方 第二,華為先買一轉貴的Matext 然後再推比較便宜的華為Mate 70%版 用兩隻不同價位的機 到iPhone 16 一隻價位的機 蘋果很難鬥 第三,研究機的IDC報告早前已經顯示 蘋果iPhone手機今年的第二季出貨量 按年減3.1% 即使減價都沒有太大的幫助 其中市人的銷量排名跌出前五 只是排第六 但主要賣貴價機的華為已經衝上第四位 了解華為出了新機後 蘋果機會進一步被拋離 另外,在首台示意快評 我會講到 美國點起火頭 歐洲就要埋單 德國出現很多宗非法移民的恐襲事件 德國政府頂不順 要臨時管制所有陸路邊境 不讓非法移民入境 歡迎訂戶去石樓台收聽我的評論 大家好 巴士的部除了在YouTube有視頻之外 在另一個平台石樓台都有視頻看 石樓台有很多獨家內容 特別是盧社長和我有關中國的新聞時事分析 製作內容需要投入很多資源 希望你都支持巴士的部 訂閱石樓台 有你的支持我們才可以繼續製作 多謝大家 請多謝大家